这伙发呆是日常 动作永远不慌不忙 下雨也不知道往家里跑 可以确认就是一傻鸟 它叫精头冠 作为现存头最大的鸟 基本不会用来思考 你看它头上的那两根呆毛 就知道它不简单 它最大的爱好就是发呆 有时呆过了头 便一脑袋扎进水里 哪里跌倒就坐那继续发呆 早上起床毛还没理顺就开始发呆 吃饭对着食物发呆 捕猎对着水面发呆 直到太阳落了山 也没想好今天要干些啥 你不会以为它在装傻吧 No 其实它是真的傻 它经常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所以它捕猎十分迷信守株待兔 静等于耳从眼前游过 当它眼睛放出光芒 你就会发现它不仅傻还很假 这智商指定养不了两个娃 精头冠不管产多少煤蛋 只会养一个娃 试着生存 只有强者才能得到妈妈的味道 给娃带水还没上路 先洒掉一半 路上不小心又喝掉一半 回到家会看着孩子们掐架 赢的那个才有水喝 就这智商这状态能长大 已经实属不易 难怪数量仅存五千来只 虽然傻 但是个彬彬有礼的禽兽 你给它鞠躬 它会回礼 还会把羽毛送给你 如果你挡住它的去路 它会礼貌的被你叼开 继续上路 这样一只傻气十足的铁憨憨 你喜不喜欢